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的是南韩跟我们一样过农历中秋节 而这是解封之后第一个最大的节庆 从8号晚间傍晚首尔转运站涌入了大批返乡人潮 官方预测这次中秋的人潮移动量在南韩会超过3000万人 所以防疫要展开全面的部署 在四天的联休时候医疗资源都供应 虽然南韩已经过了第六波的疫情高峰 但是在南韩的情况是重复感染的人非常多 而且流感病毒的减出率也提升 接下来可能引爆的就是流感跟新冠的双重流行 让南韩绷紧神经 民众提着大包小包行李穿梭月台归星四溅 首尔江南转运站8号傍晚涌入大批返乡人潮 首尔直达釜山的长途客运 预约率高达98.6% 以未难求 南韩迎来四月份解封之后 第一个大型重要节日 中休假期从9号开始连放四天 官方预估人潮移动量将上看3017万 全汉高速公路两年来首次在连休假期间免收过路费 还开放民众在大众交通运输和休息站内饮食 12个公里墓园也全面开放 同时保留线上祭祖 民众可视状况自由选择 赶在中秋节来临之前南韩已经先进一步放宽边境管制 如今入境南韩不仅不需要隔离 也不再需要早交阴性报告 中秋连休假期 国际旅游订单跟着倍增 今年中秋最受到南韩人欢迎的海外旅游地点 为刚开放类自由行的日本 再来是越南、蒙古、泰国等边境管制 转为宽松的国家 迎接这一波海外观光潮 南韩免税店也重启试水温 南韩财政部趁着中秋假期 时隔八年将入境免税品的额度 从六百上调到八百美元 怕能够带动新一波消费潮 帮助观光旅游业景气复苏 只是民众开心过中秋 南韩防疫当局却是如临大敌 南韩第六波大流行明显趋缓 但中央预告联休假期结束之后 还会有新一波感染潮 为了提供充足医疗资源 联休期间全韩高速公路休息站 增设大型检疫站提供免费PCR 还有六千家一战式新冠门诊 照常营业 南韩防疫当局统计发现 重复感染者越来越多 以周围单位计算 每十名确诊者当中 就有一人属于重复感染 学上加上的是 南韩流感减出率 目前来到4.2% 也有增加的趋势 南韩传染病专家因此推测 流感和新冠双重大流行 接下来可能会提早报道 中秋联休之后 南韩疫情发展引发关注 TVS新闻综合报道